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你需要知道的2019年Instagram的数据来了 1.凭借5个1的日活月用户DAU Instagram让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认识并越发重视它的存在和价值 但无论在哪个平台做社媒营销都是一个道理 那些对自己的发布内容,发布时间,发布频率以及目标人群都很敏感的品牌 往往才是最大的受益者,大到平台的用户画像,小到铁字的标题长度,表情符号 因此,本文将从5个维度,会总整理了2019年关于Instagram的37条统计数据 Instagram增量数据1 截至2018年6月,Instagram社区的月活月用户MAU已经从2013年1月的9000万增长到10亿 图片来源 第二,Instagram的月活月用户已经付过5亿,使其仅次于Facebook和YouTube的第三大社媒平台 并超过Twitter3.26亿活月用户,Netchat1.5亿活月用户和Pinterest2.5亿活月用户 三,入2012年,TU研究中心,DU Research Center,首次开始追踪各个社媒平台的使用情况以来 使用Instagram的成年人比例已增长了近400% 图片来源,TU研究中心4,Instagram的用户数量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美国一般的社交网络使用率 此外,预计Instagram在未来几年中的增速将会放缓,由2018年的13.1%下滑至2022年的45% 据AMarket预测,在2016年到2020年之间,Instagram将增加2690万用户 这几乎是Twitter预期用户增量的二倍 图片来源,AMarket的6,预计2019年,Facebook全球总广告收入中的将近25% 来自于Instagram,到2020年,这一比例将扩张至37% 其,Instagram和Slexit是在清洗一代中,使用率并列第二的消息传递应用程序,仅次于Facebook Messenger 图片来源,Review Agency受众信息与用户画像8,72%的青少年在使用Instagram 略高于Snapchat,69%,自2015年以来,两者均增长了20%以上 图片来源,提供研究中心9,截至2018年,35%的成员互联网用户使用过Instagram 高于2014年9月的26%,10%,截至2018年,71%的年轻人,18岁至24岁使用过Instagram 而在2013年,这一比例为37%,图片来源,提供研究中心11,据了解 2018年,每天有60%的Instagram用户使用该平台,2016年为51% 其中55%的年轻用户单日内访问数字 12,超过80%的Instagram的用户来源于美国境外 13,截至2019年1月,Instagram用户最多的国家分别是美国1.21亿,印度7100万,和巴西6400万 图片来源,Cities的品牌接受度14,由Instagram快拍Instagram Stories 所获得的曝光量最高占到Instagram上的企业和品牌总曝光量的37% 15,在Instagram上关注人数最高的15个品牌中,其中有8个来自零售业 16,近80%的Instagram用户至少关注了一家企业,Instagram几个内容时期 每天在Instagram上发布的图片和视频总量超过1亿格 18,在Instagram上,落脸照片所获得的分割数量比为落脸照片多38% 19,一项针对800万张Instagram图片开展的研究显示 19,具有单一色调的图片与具有多个色调的图片,获得的赞要多出17% 20,在Instagram上,以蓝色为主色调的图片所产生的赞的次数,比以红色为主色调的图片多24% 21,标题,action,文版长度与Instagram参与率之间的关联性非常小 图片来源,SimpleMesh22,Instagram上四分之一的广告,试试评广告 图片来源,SensorTower23,一项针对100个顶级品牌的研究显示 它们平均每个帖子,标题所带的标签数为2.5个,24 研究表明,带有9个,这12个标签的帖子,比其他帖子的参与度要高 图片来源,Track Maven25,所含标签的次数数,在21个至24个之间,Instagram帖子的表现要优于纯军水平 图片来源,Track Maven26,标有位置的帖子,与没有标有位置的帖子的参与度高79% 27,最受欢迎的5种表情符号,MG中有次服是笑脸 而笑脸在最受欢迎的,前20个表情符号中,则占据一半的比例 Instagram发布策略28,根据一项被55个品牌的研究显示 所有品牌,平均每天的发点次数,为1.5次 29,在Instagram上发提的黄金时间,是你所在时需 星期四的清晨5点,至上午11点,30 通常,Instagram上品牌的发布频率,为每个月11次,至20次 近三分之一的品牌,遵循这一规律 31,在100家国际品牌中,有90%的品牌,已经拥有Instagram照顾 80%的品牌,每周至少发布一则,Instagram照片或视频 。